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召集人劉澤聲說 疫苗過敏安全診所目前只是處理了一半 即是大約4,000宗轉介個案 對於有個案要排期超過7年先評估 他強調只是行政上的安排 職員正是逐一致電相關市民了解情況 再調動應診期 有進華報導 醫管局的疫苗過敏安全診所 為有過敏病史的市民評估是否適合接種疫苗 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召集人劉澤聲說 至今收到超過8,000宗轉介個案 暫時只是處理了大約一半 對於有個案需要輪候到2029年才做到測試 他承認處理不是最好 但強調這個只是行政的安排 因為我們每一封信都盡量將跟他們打的電話 問究竟是怎樣的樣子 我們再跟他們安排 行政上就說給了一個期 誰知一給就給到2029年多年之後 但其實這些2029年多年之後的信 我們繼續跟他們打電話 接著將它撥回去前面 有份在過敏診所體診的專家說 轉介個案裏面只是大約百分之二 是因為接種後出現過敏反應 或者曾經有嚴重過敏休克等情況 而不適合打針 醫院局也好衛生署也好 我們收到很多病人擔心有嚴重過敏反應 肯定有百多宗 但真的可以說過敏休克或嚴重性過敏反應 真的只有幾個 一隻手都數了 暫時來說 我們都說過了 九成八的病人來到 都可以再打下一針或打第一針 李希華在已經處理的轉介入面 有超過四成是資料不足 建議醫生可以先作詳細評估 才決定是否轉介 有線電視記者有進化報導 申請勵 特製